剛結束訪中行程的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日前警告中共產能過剩的問題 14日接受CNN專訪時被問及 是否會對中國貨品徵收額外關稅 他指出不排除任何可能 我們在中國的可能性 在中國的貨品到市場 而葉倫也將在15日接待參加國際貨幣基金 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的各國政要 包括七大工業國集團 和G20的財經首長 彭博資訊報導 由於美國在這些論壇位居主導地位 預料將試圖聯合歐洲、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 表達對中共產能過剩的憂慮 新唐也在電視陳輝謀唐吉安整理報導